2023年暑期党已持续两个月 爆款影片接连上新 不断掀起票房热潮 灯塔数据显示 截至8月8日下午 2023年暑期党票房突破151亿元 已超过此前机构预测水平 其中8月5日至8月6日 连续两日的单日票房突破5亿大关 创下了自2020年以来 暑期党的最高单日票房记录 今年以来 中国电影市场逐渐回暖 显示出强劲的消费活力 行业人士指出 今年暑期党影片供给优质 加上刺激消费20条政策发布 消费者的观影需求 并未因疫情影响 而更多被线上娱乐所取代 对比往年电影市场尤其火爆 暑期电影扎堆上映 成都地区影院迎来观影热潮 今年暑期党的电影 我都十分感兴趣 消失的他和风神第一部的观影体验非常好 8月8日下午2点 成都春夕路附近的一家影院的两个售票大厅 前来排队买票和等待观影的人络绎不绝 正在换票的刘女士告诉记者 今天是她暑假期间第三次来到电影院 准备带男朋友一起看孤祝一职 随着暑假来临和成都大运会的同步举行 成都电影市场迎来了一波消费热潮 影院市场经理张女士告诉记者 今年暑期党的电影相比往年来说是比较火爆的 最近上映的电影观看人数较多 较去年而言 在影片更加丰富的同时 人流量也翻了好几倍 影院的营业额也十分乐观 灯塔数据显示 截至8月8日 暑期党电影票房累计超过151亿元 对于成都地区而言 目前2023年暑期党电影票房为4.8亿元 有望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2023年6 7月暑期党票房分别41.33亿元 87.17亿元 2019年6 7月分别41.86亿元 57.56亿元 7月显著高于2019年同期表现 因此 今年的暑期党 有望创下历史新高 爆款电影叫好又叫做 背后多家上市公司江受益 目前来看 消失的它 占据着暑期党票房第一的宝座 其票房超过了35亿元 长安三万里 风神第一部 八角龙钟等影片 也在暑期党中表现亮眼 在众多强片中 以电信诈骗案例为题材的电影 《估注一职》 点印以来就引人注目 成为了暑期党的一匹黑马 仅仅一天内 该影片的累计票房就达到5.6亿亿 而总票房预测更是高达38亿 据了解 暑期党内容供给持续复苏 后期仍有多部影片等待上映 包括暗杀风暴 奥本海默等39部影片已定党 记者书里发现 在暑期党上映的影片中 主要涉及的A股上市公司 包括中国电影 北京文化 奥飞娱乐 恒电影视 光线传媒等 其中 中国电影作为多部暑期党电影的出品发行方 今年上半年 公司主导或参与出品 并投放市场的影片 共20部 累计实现票房146.71亿元 受暑期党票房持续走高等利好消息影响 6月1日以来 多只影视概念股股价也持续上涨 电影市场回暖明显 中国电影市场重燃火热 提振了消费信心 其中暑期党为何表现如此亮眼 国金证券分析师陆毅指出 主要因为今年暑期党影片质量较高 消失的他 八角龙中 长安三万里 风神第一部等影片 促进消费者线下观影需求修复 而观众的观影需求 并未因为疫情影响而更多 被线上娱乐所取代 消费者为优质内容买单的意愿较强 且线上娱乐 无法替代线下观影场景所带来的体验 中国青年剧作家导演向凯向记者表示 今年暑期党迎来了许多积压作品的集中上映 是数量上的历史之最 疫情之后 许多观众选择回归影宴 主要由于各大互联网平台 优质内容供给不足 而观众对于内容质量和多元的需求 也在不断提升 特别是今年包挂一些现实题材电影出现 让电影市场百花其放 不过 中国电影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暑期党也不能代表中国历史黄金最好时期 不管是不是节日党 保障优质的内容供给 未来电影市场还会有新的突破 像凯说 封面新闻记者朱朱 实习生冯春雨王熙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